各位觀眾 今天這支影片需要為你們介紹 偏矮MV 在乍看之下好像平靜不播 但是事實上裡面的內容 蘊涵了五花八能波濤洶湧 就讓我們來看下去 很累 首先我們看到了微風輕浮容的頭髮 出現了一個這樣子的POSE的大特寫 這是我花了大概十個小時 才研究出來的POSE 終於讓導演滿意 接下來我們看到了一個東西 沒有錯 就是用望遠鏡 到底為什麼要用望遠鏡 因為你們可以從望遠鏡裡面展望未來 看見你們內心中對於那個美好愛情的想像 不一定是愛情 可以是親情 可以是友情 可以是愛你自己 像我現在就來看看我到底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 看到了 跟妹子 跟妹子結婚 還有一點點 總之就是你們內心對於愛的想像 透過這個望遠鏡 傳達的是一種寄望未來放下過去 然後繼續保持相信的力量 OK 好 大家一定要深刻的記得 其實 這個MV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元素是望遠鏡 其實也是要告訴大家 配置感 哇 出現了 問題 有沒有看到這個全身的畫面 當我在這樣子的時候 你們以為我在幹嘛呢 我手指不是這樣動嗎 好像彈鋼琴感覺 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那時候心裡一直在想說 我下一秒到底要幹嘛 可不可以直接來個現代舞 但不行 因為偏愛這首歌是情歌比較精彩 其實希望大家看完這支MV 真的是可以去思考你心目中對於愛的定義 還有你其實一直以來你執著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是不是跟我一樣是愛呢 然後也想問你們 有沒有在這支MV當中 看到配置有一點點小小的蛻變跟成長 希望是有的 因為這支MV我們真的 特別跟以前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呈現 比較藝術比較抽象一點 所以也因此今天請到了我本人來為大家解說這支MV 雖然深奧中帶了一點搞笑 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再去好好的欣賞一次這個MV 除了回答問題以外 也去體會一下 你看完它就是再多看幾次那個感覺 然後歡迎告訴我 好嗎 今天的講解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 拿錯了 好 拜拜